美国在南海不断挑逝?中国,有胆就来吧! 有媒体总结了近期美军在事关南海问题上的动作,从B52轰炸机巡航南海附近,到提出在南海建设一个所谓自由岛,再到部署和舰艇,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平洋军演。 有专家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表示,美国认为它确定的规则受到冒犯很不爽,与此同时,美方也希望为6月1日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制造议题,利用相会作为战场,对中国进行施压。 还有一位军事专家则表示,美国宣布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演习根本目的,是要阻止中国在南海岛交部署武器。 不得不说,专家们的解读非常客观理性,可谓一针见血,从中也不难看出霸权主义的丑陋嘴脸,尤其是其所谓的规则受到冒犯,压根就是无稽之谈。 试问,南海问题和美国有半毛钱关系吗?美国处处以世界军事警察自居,但观察美国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,这个警察不仅不遵守规则,而且流氓味十足,蛮横无理,非常任性。 南海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是中国的核心利益,但对美国而言,它在地球的另一面,因此,无论是什么样的说辞,都掩盖不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,以及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。 日前,在我外长王毅过境美国时,有美方记者提及中国在南海搞所谓军事化问题,王毅表示,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活动,与美方在关岛和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是一样的,何况中国部署的规模远不如美国,没有必要对此进行炒作。 这一个巧妙的类比,直接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,中国已经不止一次强调,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 因此,还望美方能够谨言慎行,少打南海主义,这是中国绝对不会允许的,也是中国有能力制止的,至少,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,还有不得任何域外势力撒野。 根据外媒披露,中国已在南海部署了防空飞弹和反舰飞弹,这无疑是捍卫国家主权,有效防止别有用心势力挑衅的重要措施, 而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的大规模海上阅兵,更是让世界大开眼界。 中国热爱和平,坚持和平,但如果有人想让我们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苦果,那无疑是痴心妄想。 除了必要的防御设施,强大的海上力量,中国的空军和火箭军部队,更是沿着以待,随时可以支援南海方向,确保任何肆意挑衅者有来无回, 我们不仅有信心,更有实力,保卫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现在的中国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,应该赢得世界更多的尊重,中国不惹事,但也绝不怕事。 在南海问题上,所谓的美国规则,不过是一个笑话,它还不够资格。 美国紧紧盯住南海问题不放,无非是想急急敲诈中国,试图获得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,但美国想多了,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,任何势力都休想中国做出哪怕一丁点的让步,过去不会,现在不会,将来更不会。 最后,还是要把一句话送给美国,那就是,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,任何组织,任何政党,在任何时候,以任何形式,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。 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。 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。 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。敬请配合。